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当国共之间最后一场战役 113战役 我们的空军大获全胜 但是唯一的一架 杨靖宗少校驾驶的军机 却没有安全地飞回台湾 当他飞过了澎湖南端这片海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谜底即将揭晓 那最后听到的那个无线电 是听到杨靖宗叫了一声 然后就没了 杨少校到底看到了什么 从此传迷 这片海域不仅飞机失踪失联 还发生过失速坠毁的意外 一直觉得说这个海域 不是非常的干净 是因为说海流的关系 这条船在这个附近沉了 然后隔天我们要来找 不见了 底下海流很强 就吹走了 台湾海峡因为有黑潮经过 有这条黑水沟 主流之流分别经过澎湖的两侧 四周潮流不稳 平常没风没雨的时候 也会刮起三尺大浪 海向恶劣 自古以来船难也特别多 所以有人说 是瞬息万变的地形天后 影响这片海空域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有这一股不可知的力量 如果地底下有一个大的磁场的话 它要吸这个船后飞机来的话 它要配合当天的天后状况 有时候是晴天 有时候是狂风暴雨的时候 那个时候整个磁场 影响并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是用坠 有一些被拉下来 有一些是被捡进去 消失的沉船跟飞机去了哪里 几乎没人知道 有的专家就大胆说 是穿越时空到了另一个世界 但也有人意测 是被外星人抓去做研究了 但这种说法太诡异 也无从证实 传说中在澎湖海底 有一座百年古城 2002年 澎湖海底发现了湖井古城遗址 似乎已经可以证实 这片海域 埋藏了许多千百年不可知的过去 甚至可能是 人类失落的古文明之一 那个整个太平洋底下 根本就是木大陆沉岛底下去 台湾跟日本流球附近 是一个古代的世界无名中心 日本最栏丹的领土叫 盈纳沟岛 盈纳沟岛底下 一直连到澎湖的底下 其实海底都有一些东西存在 那这些古文明是不是 到今天还不断地仿制资产 澎湖八景之一呈现 十字形的湖井传城 足以和亚特兰提斯相提并论 现在考古学家正在努力考究解答 或许不久的一天 这里出现的异象就会有答案 百慕达是一颗国际航线 它不可能每天飞去飞去 每天都死死 那就糟糕了 只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 跟一个特定的外在环境的条件时下 会发生整个船飞机都不见的情况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 所有人都还在摸水 就地缘学来说 地球一共有八个 十分类似百慕达三角的神秘海空域 南北半球各有四个 而其中一个就在澎湖以南 很多飞官都在这个空域出现 方位判断不易的经验 有一个满资深的领队 在那推荐做扎射 可是扎射起来之后 他觉得不管是光度 还是那个云的样子 还是那个海面的样子 都不是他当初飞进来的样子 后来他就飞回基地之后 他比别人晚了半个多小时回来 他回来之后 他会觉得他的手表还比别人慢 比其他人都慢了十几分钟 诡决的海域 神秘的台湾百慕达 许多巧合令人有不同的联想 到底蓬沫外海 是否真的有这种魔鬼海 会平白无故地吞噬飞机和船只 连台湾的飞行员和船员 都无法说得清楚 等待被挖掘出海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